手法招招幽闷,强凉,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罗,正值公平哀恶,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而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 昨天咱们在书馆里介绍了一下二征种达尔啊,这个主帅侧棱的基本情况 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啊,哎,有意思了,您要是想看他,您还能看得见 那么有人就说了,谁这么有寿数啊,从乾隆年一直活到今儿个 哎,我可没说他活到今儿个,是说呀,您还能看见这个人的一部分 可是说呀,您在内地看不见,哎,您跑到这个清征准杂尔的这个战争发生地新疆啊,您也看不见 那您得去哪儿啊,您呢,打张飞机票,奔台湾,台北工博物院,您那儿瞧去 这小河卓祸机站的脑壳啊,被做成了嘎巴拉碗,就在那儿展出呢 那有好朋友这会儿就纳闷了,说你讲的不是清平准杆尔之战吗 怎么一下子又跑到了清平大小河卓去了 哎,没有,哎,这细心的记忆力强的好朋友可能还记着 实际上这大小河卓早就出场了 在这个大清朝啊,一平准杆尔的时候,哎,这二位就出场了 这故事啊,发生在清朝两楼大军其中的西路军当中 这西路军呢,向这个伊犁开禁的时候 在半路上啊,就收服了一只准杆尔韩国的部众 这为首的将军们就发现啊,在这只部众当中啊 不光有蒙古人,还有维吾尔人 一打听才知道啊,这些个维吾尔人呢 是囚禁在他们部落当中的 这些个准杆尔部众啊,实际上就负责看押 这几户维吾尔人 一打听才知道 这些个维吾尔啊,了不得 其中为首的就是著名的白山派的教主 大和卓 名字呀,就叫做波罗尼都 这波罗尼都说呀,他是被这个准杆尔韩国的大汗 哎,当时的大汗呢,当然就是达瓦奇了 是被这个达瓦奇软禁在这儿的 让这些人开压着自己 他说我呀,还有一个兄弟 叫做霍吉战 被关押在其他的地方 这随后不久啊,这清朝大军又发现了霍吉战 于是呢,也把这个霍吉战呢,就放了 这霍吉战呢,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小和卓 也就是啊,今天咱们这段书开齿的时候 您看见的那个人脑壳碗 哎,就是这霍吉战的 这大小和卓二位呀 哎,在这个维吾尔人心里呀 是正经八百的贵族 您听见人家这个姓儿,和卓吗 是这个莫罕默罗的后裔,哎,这个大和卓呀 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这白山派的教主 这小和卓呢,是这个白山派所处人民的头人 相当于执政官,法官的意思 那么说,好吗呀的 这俄鲁特蒙古准个二韩国 为什么要把这几个维吾尔的头人囚禁呢 这个呀,那就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 不过呀,咱们还有义务必须把它讲一讲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呀,您要不明白这里边其中的原因呢 这前后以及后来的大小和卓造反呢 您可能就听不懂 这维吾尔和卓部啊 实际上它分为两派 一直啊,都生活在南疆 一只呢,叫做这个白山派呀 另外一只叫做黑山派 实际上啊,都是同宗同源 这黑白二三不合呀 那可有年头了 那为什么呀 这不用多解释 跟宗教有关 别的宗教啊,我都敢给您略微的讲讲 当然了,也无非就是皮毛 唯独这叫门上啊 我连皮毛都不敢讲 原因是什么呢 您看新闻去 我在这儿啊,不给您多掰扯 这叫门里的人呢 为了宗教而战的 那通常情况都是下死手 于是啊,这白山派和黑山派啊 在这南疆的斗的简直呢 可以说是昏天黑地 这斗来斗去啊 这白山派啊,就显出弱势来了 于是啊,当年那个白山派的阿伯克合卓 被追杀的走投无路啊 就逃到了西藏 就请求啊,这武士达赖喇嘛相助 哎,我宗内有个地儿啊 这达赖喇嘛呀 他不能把这个白山派合卓留在西藏 这吐蕃王朝世世代代 其实啊,最重要的就是干一件事 他们就是为了防止 这穆斯林的宗教入侵 从这大汉时期的回湖啊 一直防到了今天 这武士达赖喇嘛 阿旺罗桑家错一琢磨呀 你看人家都囚在我门下了 这不管呢,肯定是不合适 不过呢,也绝对不能把这些穆斯林呢 留在西藏 于是啊,他就想起一个人来了 他觉得这个人呢 一定能管好这摊的事 那么是谁呢 这就是雄居墨北蒙古啊 也就是陷在新疆北疆的大汗 嘎尔丹 于是啊,这武士达赖阿旺罗桑家错 就给这个绰罗斯嘎尔丹呢 写了一封信 这意思就是说呢 说你呀,作为这个大国领袖 你呢就有义务维护这个地区和平 你派支部队啊到南疆 对于你而言呢也不远 就是翻过天山的事 到了南疆啊 也别躲,也别强,也别杀人 就震慑一下,调听一下这个黑山派跟白山派的内斗 这也算你呀,准备二韩国的大汗 尽到了地区大国的义务 这封信写好了之后 这达赖喇嘛呀 就把它交给了白山派合卓阿伯克 让这阿伯克呀 把这封信交给墨西蒙古的大汗嘎尔丹 你这事就算解决了 于是这位合卓老爷呀 还真听话 拿着这封信呢 屁爹屁爹就来到了墨西蒙古 交给了嘎尔丹 什么叫啊 想瞌睡的时候啊 就有人给送枕头 这事啊 就是这么顺序 这嘎尔丹觉得呀 是自个的老师武士达赖腾他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入侵南疆的好机会 其实呀 这嘎尔丹呢 惦记这南疆啊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首先说呀 这南疆啊 有大批的可耕种土地 其次呢 这合卓也就是维吾尔人呐 哎 非常的懂得耕种 不光是游牧民族 人家呀 还懂得农耕文化 原来呀 这准嘎尔人呢 想吃点粮食 但难了 总得呀 拿着牛马牲畜啊 到这个汉地区换 或者呢 跑到南疆啊 跟这个维吾尔人换 换多换少啊 全得看对方的脸色 如果能够奴役了他们呀 我这准嘎尔 韩国的粮食问题就解决了 到时候足吃足喝 煮嘎嘎 搓窝子 面糊糊 时不时的还能改善改善 咱们吃一顿那个糊涛子 窝窝头什么的 那不说呀 这大汗就吃这个吗 大汗爱吃什么 我哪知道去 我就捡我爱吃的说呗 左不见 粗粮细做 也挺好吃的 这一下子 这维吾尔人呢 才算是引狼入室 他们呀 可是亲自的把这 厄鲁特蒙古引到了南疆 虽然呢 这准嘎尔人 把这个阿伯克呀 扶上了河卓之位 可是啊 这南疆的大片土地 也都控制在了 嘎尔丹的手里 这河卓呢 也就成了傀儡 到了这个策望阿拉布坦时期 他可不满足啊 从南疆往北京倒腾粮食了 他干脆呀 就把众多的维吾尔人 从南疆啊 就迁徙到了北疆 那么迁到北疆干嘛呀 给他们种地干活呗 这策望阿拉布坦啊 他不傻 他知道啊 要想控制穆斯林 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宗教 那怎么控制宗教呢 当然了 就是把这些宗教领袖啊 也就是这些所有合卓们呢 甭管是黑山的 还是白山的 通通囚禁到了伊犁 这久而久之啊 策望阿拉布坦就发现 这黑山派的合卓呀 还算是比较温和 比较能够顺从准盖尔韩国 于是啊 他就把这黑山派的合卓呀 名字叫做达尼尔 放回了南疆 让这黑山派的合卓呀 做了这个南疆傀儡政府的头子 这白山派的合卓呀 算是比较有骨气 脖子呀 总是耿耿着 于是啊 这策望阿拉布坦就决定继续关着你们 直到第一次清准战争 这朝廷大军打进准盖尔韩国 这会儿被关着的白山派的合卓呀 那就是大合卓波罗尼都和小合卓祸及战 这会儿呢 实际上这南疆的形势也有所改变 随着这准盖尔韩国的市衰 这黑山派呀 就借机摆脱了准盖尔人的控制 这黑山派呀 随即就控制了这个叶尔强 就是今天的这个刹车地区呀 再有呢 就是这个喀什看尔和和田地区 并且打算一口作气 就把这个势力发展到乌什阿克苏等地 那这是什么时候了 这会儿啊 这达瓦齐已经被抓了 这乌什阿克苏啊 已经归顺了大清国 您想啊 这会儿大清国呀 在新疆正式要了横的时候 不算这厄鲁特归墙的士兵 广巴齐兵就有五万 于是啊 驻伊犁的清军呢 就立刻派兵 这会儿伊犁的最高总指挥呀 还是这个班地和阿姆萨纳 这会儿啊 这个大合卓波罗尼都和小合卓霍基詹呢 已经被清军解救出来了 哎 从获了自由 本来呀 这班地是这么想的 让这个大合卓波罗尼都和这个霍基斯 这两个维吾尔领袖啊 进北京去朝圣乾隆 哎 这霍基斯 你还记得吗 就是逮着了达瓦奇的那个维吾尔伯克 可是这黑山派这么一闹啊 哎 这计划不能实施了 于是啊 就让这两个人 再会同一名清军将领 叫做托伦泰 一同领的呀 四百名清兵 一千名韦拉特兵 和四百名布鲁特兵 这布鲁特兵是什么人呢 哎 就是克尔克兹人 这一同啊 杀回了南疆 翻越了天山啊 走的就是夏特古道 到了这个南疆之后啊 说实话 没用费多大劲 就控制了局面 为什么呢 一来啊 是波罗尼都啊 他本身就是白山派的教主 在这一地区啊 他有相当大的这个民意基础 其次呢 傻子都知道 虽然这些人呢 只带了一千八百名士兵 可是背后啊 却有强大的清军的武力支持 这五万八旗兵啊 本来这次入疆就没打什么仗 哎 你要是捅了这个马蜂窝呀 那蜂拥而下 从这北疆杀到南疆 那还什么这个黑山派 白山派呀 整个南疆啊 就兴了八旗了 说实在的 这会儿的乾隆皇帝 他轻视了维吾尔人的实力 他觉得呀 这些准杆人呢 才是这个野蛮凶悍 爱使用阴谋诡计的 这维吾尔人呢 和汉人一样 农耕民族 本本分分的种地 所以呀 在民族性上 应该和汉人差不多 好管理 在这当地呀 继续推行这个博客制 让维族人呢 治理维族人 一朝两制吗 这疆土啊 是大清的 至于管理吗 哎 你们自己来 这乾隆皇帝呀 确实是小瞧了宗教的力量 这阿姆尔萨纳一反呐 这小合卓跟着就反了 这乾隆皇帝心里认为呀 哎 这是我朝廷大军 解救了你大小合卓兄弟 你现在趁乱造反呢 就是最大的背心气异 当然了 最后这个小合卓呀 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 确实是真正的背心气异的人 在这乾隆皇帝心里呀 也就埋起了那颗种子 什么种子呀 对着你之后啊 把你的脑壳做成酒杯 要知大小合卓命运如何 咱们明天 接着聊